我们今天来做这个台湾的这个麻油机 我的麻油机呢是一滴水都没有加的 我今天用了铸铁锅 如果说你用一般的家里的那种中式大炒锅也可以 这个没有关系 那你要确定有锅盖就好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加锅盖 那你先把你锅烧热 烧热了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麻油放下去 这个麻油用了很多 不要用到一般的油 这个钱不要省一定要买麻油 然后呢我会介绍给你 我们台湾的这种黑麻油的购买链接 当然如果你觉得你要用当地的麻油 你又觉得比较好的也可以 但记得用黑麻油会比白麻油还要香 好 然后一样我们开火 然后一样让它热了之后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姜片下去炒一下 然后我们炒出这个姜片有香味之后呢 我们再把我们的鸡肉放下去 然后把它煎上色 所以我们先让它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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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 就是油已经开始烧沸了 然后你可以听到这种声音 噢噢噢噢的声音 然后它在你的这个姜片的周围 它会开始冒泡这样子 那你也会很快的开始闻到这个姜的味道 我们主要就是要把姜的味道扁出来之后 那我们再开始放我们的这个鸡肉块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 就是我这边比较重要的几个食材 顺便这边提醒大家 第一个是台湾的米酒 就一定要用台湾米酒 你不要用这边的米酒 你不要用哪个地方米酒 你不要用哪个地方米酒 因为它的工艺跟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要那个味道的话 就是一定要用这个台湾的米酒 这样子 所以你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已经冒泡了 然后 而且很明显 你可以感觉出来说 它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在变色 就是我有一些姜面有些部位在变色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鸡肉 把它放下去 我鸡肉我今天用的是去骨鸡腿肉 然后呢 对不起 没有去骨 是整个手腔鸡腿 然后把它切成小骨的 那你要方便吃 你也可以不带骨 但是 我们传统的话都是带骨的 这种鸡肉块下去 然后切大切小看你自己 但你不用说切得非常小 你至少一块 你看我手掌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小 比它再大一点点都可以的 这个没有关系 然后你记得你下锅之前 你的鸡肉要洗干净 水分要擦干 然后再下锅去煎 好 然后我们这边先让它一面 时间上这之后 我们再翻一下面 然后晚一点我们要稍等一下 到完全没有肉色 生肉的颜色 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 不会暗哦 肉的颜色正常 嗯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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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买两只手枪鸡 可以总共多少重量 因为他应该有 他跟你说一斤多少钱吗 总共收多少钱 你这样可以算 嗯 一斤是八块钱 总共多少钱 16块钱 16块 嗯 有清单吗 你可以找一下 确认一下 因为我这边 我会写两只手枪鸡 但我再付诸一下客数 给他们猜一下 我们 就是那个 打那个 那个叫料理机 对吧 对 破壁机 对 台湾叫料理机 我发现这边叫料理机 他们听不懂 料理机是什么 你看 你看Amy 他听不懂 所以就 破壁机 破壁机 对不对 就类似像冰沙机 哦冰沙机 但是冰沙机是冰沙机 是因为他的刀头是不太一样的 这火好小 蛮上色 我把它移过去哦 你想已经关掉了 好 然后你看到我们只要是没有生肉色就可以 就是上色就是你完全没有生肉就是表面都是熟透的就可以了哦 然后我们接着呢我们来把这个葱一把你把它打个结放进去 然后枸杞 我这边我有另外加枸杞 我觉得味道很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米酒了 米酒的话呢 我要整个是把它覆盖过去的 这个料理可以先参考 因为我今天的鸡腿 手枪鸡腿呢 带骨的总共大概有一公斤这么重 所以我这边的配 配量是可以煮到一公斤的一个肉的 然后我们就让它烧废了之后呢 你先试一下味道 你先让它煮沸一下下之后 先试一下味道 那因为它酒精会比较重 然后 但是我们主要是要试咸味 你不能等到起锅的时候 你再加这样子盐味就没有进去了 所以我们先让它煮沸之后呢 试一下咸杞味 看要加多少的盐 是比较合你口味的 你觉得OK了之后呢 我们就加锅盖 然后中火这样子慢慢的焖炖 大概是半个小时 可是看你的锅子 像如果我们是鸡肉 像我这个是铸铁锅的话 有时候可能20分钟 那个肉只要软透了 就可以起锅了 我们现在呢 我这个的话呢 我是现在先建议 你可以先加一茶匙的盐 然后搅拌一下 我煮备的时候就可以 然后你先加一茶匙搅拌一下 试 你现在试这个酒味非常重 所以呢 如果不习惯的话 你找可以接受酒味的人 先来帮你试这个咸蛋味 然后不够再加 然后我们要让它的酒精慢慢煮到蒸发掉 那个味道 我觉得差不多一茶匙到一 又二分之一茶匙就可以 就给你们参考 然后你可以试 因为我觉得一茶匙是这样 然后我等一下煮的时候会蒸 那如果说 你没有加锅盖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很怕那个酒味太重 你可以不加锅盖 先这样煮 没有问题 那你记得就是把它转成 中火 就火不要太中火 然后就让它慢慢煮 你可以先计时20分钟 20分钟的时候呢 你试一下一块鸡肉的口感 然后还有咸蛋味 你觉得需不需要再加 这样子 好我这个大概煮了二十几分钟 差不多 然后呢 我会把 你如果要出品 你觉得说怕会捞到这些太多的姜 你可以先挑掉一些 没有关系 然后我只要保留鸡啊 跟枸杞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 这些先捞一些出来 这样子 那我们只要 你可以这时候先试吃一下味道 你觉得咸蛋不需要再调整就可以 因为我今天总共只加了一茶匙的盐 然后我大概就加热的 就是小火就会慢慢加热的 二十几分钟 你可以一开始先不盖锅盖 前十分钟先不盖 然后后面的话你再盖 因为怕水分流失太多嘛 那一开始不盖的话 要是让你的酒精散的味道再快一点 那好了之后 我等一下来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来煮这个台湾的白面线 煮完之后我们来装盘 好我们今天呢 我用的是这个台湾的白面线 我会给一些购物链接 那如果说 你们不是台湾菜 就单出一个麻油鸡锅的话 你们是麻油鸡面线的话 就是要用到这种白面线 那我先示范一人份 就是放一捆下去 水稍费的都下去 原则上煮两到三分钟 你喜欢Q一点 就大概煮两分钟左右 然后你喜欢糯一点 但不要煮烂了 记得哦 所以两到三分钟 好了之后呢 不要过冷水 直接把它捞出来 沥干水分 然后放到碗里面 然后配上你的汤料 这样子就可以 那如果说你是做麻油鸡干拌面线的话呢 因为汤面线很简单 我就是把鸡汤弄上去 那如果是干拌面线的话呢 我建议你把它放在碗里 我等一下会示范是干的方式 然后鸡的话就是 如果是汤面线就很简单 鸡汤肉块看你要多少嘛 自己可以用 那干拌面线我等一下示范给大家看 那你要另外再准备一些热的麻油 就额外再多一点点 因为要做干拌哦 好 好我现在这个面线已经烫好了哦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要卖多大碗的 这个的话你也可以用大碗一点的碗 然后 它会很黏 所以你记得它烫好了之后 要马上放到你的碗里面 拿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我们要热一点点麻油淋上去 那如果说你这边 你是汤的话你就直接要准备大一点碗 因为我今天做的是干拌 的话呢 我只要用一点点这个 放下去就可以 这个面线本身是有咸味的 所以你真的吃很咸 那你自己在考虑说 要再把它 再加一点点盐 但是原来算是不用的 好 然后如果说你不吃那么油 当然你可以不用再加麻油 如果说你想吃比较油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点点麻油 然后我们这个一锅 这个单纯的一锅的话 就已经好了 那我等一下我热一点点麻油呢 我把它淋在我的面上面 你可以先放一些葱在这边 我们等一下就直接把我们的热麻油淋上去 哦 我们热麻油好了 就是直接淋在你的面上 肌肉上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配一下自己要多少的量 那你干拌的话 你碗就不用太大 不然看起来很空 因为其实一捆的话还蛮多的 好 然后我们的麻油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淋上去 但是我们就确定了 就 listener点火 一会冷气 我们就吃了 在那里面 枝筝 明信心 是 嗯 这对 在那里面 我差点火 在那里面 担太 最有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